女人参加比赛 父亲发现居然有人要暗杀她 让她赶紧离开 女人向四周看了看 眼神透露出满满的战斗力 毫不在意 比赛刚开始 阿丽塔冲在前面 猎杀者向她发起群攻 一个回手逃 就解决了一个对手 后面一个人也被甩了边 再来一个飞天跳跃猛杀对手 随后一个人向她发起群攻 被碾压在地上 但她利用灵敏的身体反弹了手 利用强悍的战斗力 解决了一个对手 而就在这时 正在四处躲避的雨活 给她打了解决电话 阿丽塔为之消息 直接躲闪开两面围攻的对手 从侧面的屏幕飞了回来 阿丽塔找准路线向前飞速奔跑 对手在后面群追不少 但她利用灵敏的身体 甩掉了一个对手 就在这时 又被一个人用锁链拉了下去 敌人试图要砍掉她的胳膊 随后她一个翻身将对手反弹 与此同时 雨果这边也已经被闸盘抓住 眼看就要一命无忽 关键时刻 阿丽塔赶过来 并将闸盘踢在一边 而就在这时 旁边显示屏发出雨果 是杀人犯的通缉令 甚至还揭露了她曾经干过劫持肢体的勾当 雨果努力解释 阿丽塔很是愤怒 扎潘警告阿丽塔 同为赏金猎人 要么我杀掉她 要么你杀掉她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事 扎潘趁机一刀刺向了雨果 这时机械改夫掌也赶过来收尸 阿丽塔见状 将雨果抬进了教堂 痛苦地抱着她 医生的前妻看到这一切 也不忍心继续伤害她 于是利用特殊手段保住了雨果的头部 但扎潘看出了阿丽塔的手段 违规抢夺雨果的尸体 而阿丽塔则趁机刺伤她的脸 并抢夺了她手中的大马士格刀 回到家后 医生用机械躯体保留住了雨果的生命 两人都成了机械改造人 父亲医生也告诉了钢铁城的真相 所谓的花钱进入撒冷 不过是一场骗局 没人能进得去 因为自己就是来自撒冷 知道那里的规则 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机动球比赛的冠军 愤怒的阿丽塔 直接冲进了老黑下面的赏金猎人殿堂 里面的机械百夫掌向她发起攻击 但现在战斗力十足的阿丽塔根本不怕准 一一解决了她 赏金猎人的殿堂也就此消失 随后 她又再次闯入老黑的脑头 就在这时 格鲁伊偷袭了阿丽塔 但现在的她已经永远的自我修复了 一刀下足 直接将其劈成两半 就在准备对老黑下手时 远在天空之城的城主再次将意识复身于老黑身上 向阿丽塔发出威胁 阿丽塔听不进去这么多话 一刀直接干掉了她 随后医生打了电话 女果正在前往撒冷的阶梯上 阿丽塔赶紧过来阻止 想带她一起逃亡 上方的城主远远看着这一切 忽然释放出了大转盘防御系统 等两人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雨果没有跳跃过去 身体被切割撕碎 阿丽塔奋力用刀勾住阶梯 切住了雨果 但已经无济于事 两人阴阳相隔 阿丽塔为了复仇 杀向撒冷 她再次去参加机动球比赛 她刀剑一回 泪珠都劈成两半 再次站在了冠军总决赛广场上 她剑指撒冷 向撒冷城主发起 只是电影上映已经刺激 第二步的撒冷之战 核实上 就不得而知了 我再次站在了冠军总决赛广场上